地牛翻身翻不完 二十號上午九點二十三分 台東又發生規模四點三地震 地震中心統計 前震主震余震已達一百六十四起 地震中心列加南地區為重要觀測地區 臺灣共三十六條活動斷層 學者還示警這條最危險 位在大臺北地區的山腳斷層 早期研究調查位置 沿著樹林新莊五谷泰山關渡一帶分布 但近幾年研究發現斷層可穿過大臀火山 還延伸至東北方金山地區 長度為過去認知的至少兩倍 總長度約為四十公里 要是錯動極其危險 我想如果 如果山腳斷層發生大地震 那那個情況確實是會非常的難以想像 這個就是他臺北盆地會有一大塊地區會陷落 那陷落之後呢 海水會從淡水灌入 山腳斷層一旦錯動後果難以想像 但地震中心說不用過分緊張 除了留意漁震氣象風險論壇也發文說 未來幾天關島附近會有新低壓行程 預估有機會通過臺灣 但大地震過後山區土石鬆動 屆時若有豐沛雨勢威脅 恐怕不小 三日新聞 黃新陳 蔡敦旗 臺北報導 陸橋上哪邊有裂縫 檢測人員用肉眼看還要拍照做通報 像這個地方去裂開可能到時候有一點下線 影響要求行的時候 我們讓他們看公路上會來 像那個指證塊或者是梁上面有沒有裂縫這樣 裂縫用肉眼站在五公尺外就可以清楚看見的 一定列為緊急狀況 大地震之後台南市進行橋樑檢測 從出路南客的西拉雅大橋 通行人多的新陵安橋 光文路橋 沿水溪河川橋等 這些在市區的橋樑包商第一時間已經開始檢測 而全台南有164座40年以上的橋樑 更被列為高風險通道要求加強巡查 現在居一些老舊橋包括通往了 真文水庫的真文一號橋 還有到烏山頭找新一號橋 更有到梅嶺風景區必經的香梅橋 安全考量之下已經列入巡查維修 路面或是橋面或是護欄或是橋墩等等 受影響的這些都要早期抓出來 方方未然針對老舊橋樑再三的巡查 台灣東部地區發生大地震 相對西部人口較密集 該怎樣確保通行的安全 工程人員全面動起來 正大眼加場檢視 三天新聞網上有軍人彈彈報道